连续下滑了两个月之后 在各项促消费政策拉动之下 9月份的社会消费增速终于齐稳了 同比增长了7.8% 比上个月的增速再加快 从消费类型来看 拉动内需的大工程居然是餐饮 餐饮收入同比增长了9.4% 而拖累内需最多的是汽车消费 汽车类零售9月份是同比减少了2.2% 大家买车的性质还是不高 如果说把汽车这块去掉 9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增速达到了9% 如果以零售业材来看的话 超市的零售额同比增速是最高的 达到7% 而百货店和专卖店就很惨淡了 同比分别只增长了1.5%和1.4% 在前三季度网购还是挺火爆的 食物商品的网上零售额 占到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0% 按分类来看 吃穿和用 这几类商品分别增长了28.9% 18.6%和20.3% 相比前八个月除了用这一类的商品消费增速提高了 其他吃的和穿的其实都有下降 不过等到下个月双11了 网购肯定有一轮爆发 按月来看的话 最近这三个月的消费增速其实都不算高 去年九月份到今年上半年的增速是更高一点的 除了四月份低一点之外 其他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增速都在8%以上 六月份同比增速甚至到过9.8% 最近这几个月在各种拉动消费的政策刺激之下 也是稍微气温反弹 总的来说 其实消费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 那么大家都把钱拿去消费什么了呢 答案是买房 新南采天大学联合蚂蚁金服研究院 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就显示 中国居民有六成债务是集中在了房贷上面的 而且居民贷款65.9%的比例都用来买多套房了 买多套房了 正因为大家一有钱就买房 进一步就抑制了消费 所以我们看到城镇消费反而不如乡村消费了 九月份城镇消费同比是只增长了7.5% 而乡村消费同比增长了有9% 难怪拼多多们要拼命的去挖掘三四线城市 以及县级以下城市的下沉市场 他们的消费潜力 大城市的居民看似收入高 但是呢都被房贷压得透不过气了 根本没什么钱消费 好了今天的《财经》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屏幕下方的关注按钮订阅我们 我们下期见啦